5星期飯店形象影片主打尊仁溫馨 網路上還有不少外國遊客拍下影片上傳 說拉開窗簾往外瞧 就可以看到台北101 但有入住民眾投訴 房費都付了 大半夜信用卡卻被飯店重複扣款 怎麼會扣了我的錢 然後一開始 他們的員工是一問三不知 有想說這就是房帳的費用 可是我那時候就跟他講說 可是我們已經全部都付清了 凌晨接近四點鐘收到簡訊 還以為信用卡被人倒刷 許先生拿出了單據 說一共訂了四間房間 房費8萬多元 入住當天已經匯款繳清 卻在第三個晚上又被刷卡扣款 訂房中心跟櫃台是 這些資料是沒有同步的 可是我想說 怎麼會沒有同步 一間五星級飯店 不可能沒有同步吧 由於消費者是採用 在銀行結束營業之後 採用匯款的方式支付 所以我們在發現 確認這個匯款支付 以及立即取消消費者的 信用卡授權 當場也有派我們的主管人員 跟消費者致歉 消費者也接受 飯店坦誠書師 立即處理 也取得了消費者諒解 提醒民眾以匯款方式繳費 由於銀行週五結帳後 款項會到下週一上半日才撥款 入帳會有時間差 讓飯店誤以為民眾還沒有繳費 因此民眾選擇轉賬匯款 入住飯店前 最好再三與訂房中心確認 避免遭到誤刷 記者阿公養麥 邵紫陽 泰波動